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又到了每週一次的活動報告時間啦 那這一次台服因應這個大甲媽祖 就是正南宮的這個 繞進活動,所以呢 也推出了一個新的活動 那還蠻特別的,我剛剛這樣看了一下 他主要他的活動是從明天開始 就是4月3號開始,然後一直到大甲媽祖 繞進結束,大概是4月16日還是4月17日的時候 那這段活動期間之內 在這個冰犯跟天堂M官網上面 他會有一個線上抽 叫什麼寶筊,就是直交杯 然後直出聖杯,連續三個聖杯的 就可以獲得一個這個叫做平安福 然後都是經過這個大甲媽祖 過火的 就是有過火過的這個平安福 就真的可以保平安的那種 那我們先講一下這個遊戲裡面的活動 遊戲裡面它其實 同樣也有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可是方式當然不大一樣 那這一次喔,你看一下這張圖 好,這張圖 就是 它是台港澳限定的媽祖副本 那你看這張圖其實有在玩歐靈副本的 就知道這個是其實是歐靈副本 沒有錯,它就是歐靈副本 然後它這個副本 它這個媽祖副本 是在歐靈副本裡面加的一個活動就對了 好,那它這一次就是你進去打歐靈副本的時候 然後它裡面會出現這個媽祖副本 好,那為了讓玩家參加 所以這一次歐靈副本 它這個等級啊 好,原本是70級才能進去嘛 現在活動時間變成60級以上 就可以進去參加 然後你進去參加這個媽祖副本之後 好,打完 它裡面有一些怪物嘛 那你達到它一個條件 之後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媽祖的錢母 好,跟一個媽祖的護佑籤 好,這兩個東西 那媽祖的錢母呢 它就是可以在這個村章裡面找NPC 然後去兌換一些道具 然後如果你是拿到這個媽祖的護佑籤啊 它打開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這個表格 打開的時候它有分大級、中級、小級 好,那必得的就是龍鑽 然後戰鬥卷跟龍之珍珠 好,三種 然後它只是數 這種大中小級 反正都是級級 好,它只是數量不一樣而已 那如果你開到的是這個大吉箱的話 它每一個都會有額外獲得啦 就是獲得一些 英雄級的東西啊 或者是藍武藍莊 武官神官的這個裝備 好,或者是 如果是小級的話 小級的話就是 拿一些捲軸啦 跟一個能力的劍子 戒指香 好,那這邊這個當然是比較難啊 大級的話可以拿到紅變 紅、武 或者是藍變藍武 好,那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然後如果是你有拿到這個媽祖平安符的話 它是可以裝備的喔 好,它這個 它說 在媽祖裡面擊殺 怪物 有機率獲得 媽祖的平安符香 好,那這個 開起來之後 會依據你的職業獲得 對應的這個 能力平安符 好,譬如說 騎士或者是王族 它可能就是拿到的力量 那如果是槍手跟妖精的話 拿到的就是敏捷 就是DEX這一個 敏捷的 那如果是法師啊 法師對 如果是法師的話 黑妖應該也是拿到力量 然後法師的話就是拿到 INT就是智力的平安符 那這個平安符它是符石 它會裝備在符石的位置 那不一樣的是 也不是不一樣的 它是 呃 持續時間啊 只有60分鐘 你開始使用 你把它裝備進去之後 它就會 開始算時間 60分鐘 然後各個能力就是 如果是力量的話 力量平安符的話 是防禦-2 力量加1 近距離攻擊加1 近距離命中加2 那如果是敏捷平安符的話呢 就是防禦-2 敏捷加1 這兩個 基本上都是跟 防禦-2是一樣的 敏捷加1 然後遠距離攻擊力加1 遠距離命中力加2 這兩個其實是可以對照 然後媽祖的平安符 智力呢 這個就是法師用 所以它防禦-2 智力加1 魔攻加1 魔法命中加2 其實槍手也蠻喜歡這個東西的 這個應該是會配給法師的 然後槍手應該還是會拿到 拿到敏捷的這個 那這邊的話是遊戲裡面活動的部分 就是所有玩家只要60機以上 你就可以去參加拿這個 那如果說你想要拿到實體平安符 記得記得 去這個冰犯的官網上面 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 因為是在冰犯上面舉辦嘛 所以不意外的應該會 需要你用冰犯的帳號去登錄 用讓那個帳號去登錄 那我覺得這個活動啊 就是你有沒有在玩天堂 應該是沒有相關的 因為它是上去抽獎 然後抽獎之後送的 如果你有抽到 抽到 如果你有寶大聖杯三個醒杯的話 你就會獲得這個資格 可是它有限量啊 每天只有100個 每天啊 它是以天才算啊 每天100個 100個這個實體的平安符 然後 就是送給玩家這樣子 所以應該不限於 天堂M的活動 只要你有冰犯的帳號 應該是都可以去參加 我是這樣子 這樣子看啊 應該是都可以去參加 或許現在冰犯的網站上面 已經有公告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如果說你真的想要這個平安符的話 又剛好在玩天堂M的話 不妨去參加一下 那 除此之外 這個 他們還有送這個 叫做錢母啊 錢母 就是前面這邊有提到 錢母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零用金的部分 冰犯的零用金 這邊沒有寫到 如果你去冰犯上面的話 它除了抽到平安符之外 還會有零用金 那這個零用金 應該是可以在它的這個APP裡面 去做購物消費使用的 好 那以上呢 就是 這一個禮拜 4月3號的其中一個活動 好 那 應該還會有其他的活動推出啦 只是目前 因為我覺得這個活動蠻特別的 先看到 先跟大家分享 好 那如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在影片的右下角按下 訂閱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這個活動資訊 那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